发现 放到两倍之后呢 那个尺寸都变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放到两倍之后还是维持 原来的大小尺寸的话 那特别注意你就直接在哪边的这地方先选取这两你要更改的尺寸 的位置 然后再按修改里面这边就会有一个叫做 更正一下在这边 标注形式 那这边就有一个叫做修改 主要单位这边改一下0.5就可以了 那当然如果你在放大更大比如说0.4倍的话就是这个比例系数就是多少呢 就0.25 一样的道理 那当然除了说从这边修改之外 另外你会发现他自动会有的时候会跳出这个叫做性质 性质其实就在这个地方 选他 选他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所谓的性质 性质有快速键叫做Ctrl1的比如说你按Ctrl1 就会跳出一个所谓的性质 这个叫做性性质的面板 性质 啊这个性质的面板 其实待会你听到性质有的时候 那个名词翻也是翻译过来的 其实你看到性质 你 第一个 直觉就就可以把它当成什么 当成 他的外观设定 那这些设定的话里面非常的多啦那其中有一项你可以 OK